英國脫歐協議一再的拖延 連帶也拖垮倫敦房地產市場 倫敦房價公投之後 就開始持續下跌 買家就紛紛轉向法國 巴黎購物置產 現在巴黎已經超越倫敦 成為全球五大房地產的熱點 英國投資家德瑞克 今年六月買下了 致建離法國總統府 只有幾條街距離的 兩房一廳的豪華公寓 價錢是兩百萬歐元 約薪臺幣六千七百萬 法國金融業者認為 目前巴黎的房貸利率 正處於歷史低點 是投資的好時機 這是德瑞克第一次在海外 致產 他表示英國脫歐大限依托 摘托也是影響他來巴黎 買房的因素之一 他也預測脫歐是許多倫敦機構 搬到歐洲其他國家 將有更多的倫敦高型銀行員 跟他一樣來巴黎購買豪宅 巴黎因為英國脫歐協議成為房地產市場 最大贏家 法國房地產公司數據顯示 二零一九年來自倫敦的買家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巴黎房價連續四年攀升 巴黎黃金地段 每平方公尺價格已達到一萬九千歐元 折合新臺幣約六十四萬元 法國前總統歐蘭德二零一三年 對年薪收入超過一百萬歐元的高薪族群 實施高達百分之七十五的富人稅造成不少富人移居他國 其中很多人搬到倫敦投資資產 巴黎房市也因此長期低迷 近幾年因為脫歐的不確定性 全球投資人對英國經濟失去信心 倫敦二零一八年房地產主要買家 紛紛轉往巴黎投資 事實上今年第一季 中國投資人已經超越意大利 成為巴黎最大外來購物族 去年倫敦從全球最受投資人青睞的城市中 跌出前五名排在香港紐約洛杉磯多倫多巴黎後面 法國目前房屋貸款二十年期都固定在百分之一以下 而美國房屋貸款利率則在百分之四到七之間 巴黎建築法規嚴格 因此新蓋建築數量少 需求大於供給 隨著脫歐期限將近 專家預估法國房地產市場 明年將會繼續成長 記者王子欣報導